張國偉真的是非常 讓人家覺得很討喜的一個人 張國偉現在是不是海巡 他這麼忙 要經營一個公司還要開飛機 他居然有空 在TRAIL上面做海巡 人家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他搭過張國偉開的飛機 他覺得開得不錯 但這個機長 念英文的注意事項的時候 不是很順卡卡的 沒想到張國偉親自本人就 我的台灣是贏 英文不是我的強項 抱歉 他說大老闆這麼忙 還要當機長 還要開飛機 居然有空去海巡 而且很認真回答 所以人家就覺得他很親切 但另外一個 大家就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林一誠 因為他的主父輩都是成都人 所以他在大陸的節目講說 我是成都人 因為我的家人都是成都人 這到底何罪之有 但沒有想到跟他很熟的 政大韓文系的兼任講師 朱立希 我本來以為他是一個嫩巴巴的 這個是他在大陸節目上講的話 就是他會 他說自己是川妹子 說他是成都人 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 難道你要逼他 不承認他爺爺 不承認他爸爸的血統嗎 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後朱立希就想說 我把林一誠的照片都下架了 教師姐不要寄簡訊來了 虛情假意 林復平太失望了 網友就罵他說 老師這個感覺他不倫不類 我本來也會是年輕的老師 結果你年紀這麼大了 懂這麼多 然後過往他也被挖出來 他趁林一誠的簡訊非常多 他說大家怎麼樣怎麼樣 林一誠很棒什麼什麼 各種狀況這樣 然後林一誠對他還很孝敬 有中秋禮盒 還會簡訊問候他等等 但我覺得朱立希是愛他的學生的 他用方式是反串 然後讓罵他的人轉而罵他 所以我覺得老師犧牲得很大 請教兵哥 我跟你講這個 張國偉這個其實滿有趣的 因為本來最早這個人 是在講什麼你知道 這個人是在講說 他搭的那個飛機 駕駛技術不錯 但是降落的時候 降落得不好 然後結果 結果張國偉就自己上來回說 不好意思 那一天我們是訓練課程 所以是學員降落 不是我降落 然後後面才有人說 但是聽了那個英文 那個英文講得不太順 他有專門找關鍵字嗎 K董或星宇這樣 我不知道 所以後來星宇還證實 就是他本人 所以這個就是滿有趣的 所以提醒大家 講K董或星宇要根據事實 對 他是有在看的 你要小心一點 那林毅誠這個東西 就真的是我覺得很無聊 因為說真的 你說人家虛情假意 林毅誠畢業20年了吧 他每年就送禮 每年會關懷問候 其實我講一句實在話 你是教韓文的 請問一下林毅誠的事業上 有需要用到你的韓文嗎 他有需要你的幫助嗎 他有需要蹭你嗎 完全都不需要 可是人家記得這份情 20年來如一日 然後結果你只不過因為 他講的是我是成都人 你就把他所有的東西都塞了 還說人家虛情假意 他到底誰對誰是虛情假意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像是朱立新 過去是因為有這樣一個 明星學生很驕傲 到處蹭 可是現在發覺風向不對 還是你想做官 你是不是想要去教育部 某個一官辦職 不然的話你搞這個東西 到底在幹什麼 還有一個事情我們看到 現在終於大陸恢復 對台灣文旦的這個賣到大陸去 但是就有一些問題 因為有人講說他開放的這些 農場都聚焦在花蓮 那台南不行嗎 是不是真的只有收花蓮的文旦 但台南真的不要嗎 因為民進黨有一些政治人物講說 這是政治的訂單 不要賺紅錢 但是台南的文旦農 他們也出來講說今年我們來不及 但我們很希望明年也有 所以我覺得台南的政治人物 你要好好的傾聽 你們台南當地農民的新生 厚志哥我要請教一下 聽說謝榮介在TPPS民調裡面 贏過了台南的候選人 就是TPPS民調是 他除了輸陳寗費之外 其他幾個都贏 林俊憲也贏1% 然後那個王定宇贏更多 贏更多 房客贏5% 他輸陳寗費12% 因為陳寗費的狀況低 可是外界都覺得應該是現現 林俊憲比較有機會 那這樣現容界不就贏了 沒有 第一個就是說要看 那個東西還有變化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看民進黨最後那個氛圍 假設真的是林俊憲出來之後 陳寗費這邊會不會翻臉 他的狀況會不會真的是袖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即便是陳寗費 林俊憲出現 剛剛斌哥也在講 就是說如果那個是林俊憲出現 可能原本一些 沒有那麼支持他的民進黨 可能還是會違規 他可能會不會像他 我們現在看到這麼低 可是謝榮介上一次跟黃偉哲 相比的時候 趴數差一點點而已 差不了多少 上一次的狀況 其實就是一個民進黨 好像大叔的氛圍 那你要看2026全台灣整體氛圍 是不是那個樣子 如果氛圍 因為選戰不是看單一 他如果那個氛圍 還是民進黨要倒的狀況的話 那謝榮介就會有機會 但是謝榮介的狀況也是選太多 也是選太多是有點定型的 所以我覺得他能夠成長的幅度 到底能夠拉到多少 會 因為選舉是這樣 國民黨在 尤其在台南高雄 大家都覺得說那邊地方很綠 但是其實他有一個狀況是因為 國民黨在那邊的人 一直都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人 你台南到現在只有剛好謝榮介 然後其實你看 柯智恩在高雄的狀況就還不錯 所以如果有人對手相當的話 國民黨的狀況沒有那麼差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國民大會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